世界上没有一处比上甘岭更让中国人念念不忘 这一场持续了43天的战斗中 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反复争夺高地 高达59次 高地的土石被炸成一片焦土 试问还有哪场战役能比得上上甘岭战役 他向全世界诠释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中国人从此占了其背后的故事 1952年10月初 朝鲜战争已经走到了重大阶段 志愿军们明显掌握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 就此之前 中美双方已经多次进行交流 但美方明显不甘心 于10月9日宣布停止谈判 并调用飞机进行轰炸 试图掌握谈判的主导权 通过美军方面研究 他们把目光放在了位于朝鲜三八县以北30公里处 是朝鲜半岛中绝对制高点 可以说谁掌握了武圣山 就是掌握了主动权 武圣山南路有一个小村庄 名叫上甘岭 这个小村庄的两侧有两座高地 一个名叫597.9高地 另一个名叫537.7高地北山 上甘岭若失守 身后的武圣山 必定早成为了两军争夺的必要站点 10月14日战斗打响 美军秘密集结在上甘岭附近的18个炮兵营 突然开火 一天内就向我军阵地倾泻了30万枚炮弹 并出动250架次飞机 投下500多枚航空炮弹 密集程度高达每秒6发 不难看出美军想以绝对的兵力迅速拿下上甘岭 高低了2米 其战况用地域来形容也不过分 经过一天的炮火轰炸后 美军地面部队先以炮火的攻击下 志愿军还能有人幸存 美军刚到甘岭附近就遭到了 从坑道里钻出来的志愿军的反击 一时之间被打得七零八落落荒而逃 稍作调整后 采用机关枪对甘岭进行反攻 随后的一天 敌我双方进行了多次冲杀 甘岭也多次一手 我方以伤亡五百五十余人的代价 在令人震撼 但因为上甘岭只能容下一个连的兵力的原因 我方接到任务志愿二团和一三五团 只能一个一个连的派遣上去 往往是这个连打光了 下一个连就立即补上 仅仅两天的时间 这两个团就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其战况不言而喻 此时的美方更是纳闷 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下 志愿军们是如何幸存下来的 在经过七个昼夜后 美军终于搞明白 像长在阵地上的志愿军 原来在山体之间挖有坑道 战况来到第二阶段坑道站 597.9高地共有三条大坑道 八条小坑道和三十多个简易防炮洞 美军虽然占领了表面阵地 但坑道里的部队可以随时配合外面的部队发起反击 可谓是坑道一日不除 美军一日不得安守 美军深知这一点 自从占领表面阵地后 就不断对洞口气 企图把坑道中的志愿军永远的留在里面 本就在坑道中的志愿军就不好过 和上级部队失联 物资缺乏 坑道内的环境更是一言难尽 空气稀薄 还要用燃油灯照亮空间 每隔一段时间 他们就得换班到洞口喘口气 这还不是最大的困难 志愿军为数不多补给就是压缩饼干 压缩饼干会消耗大量的水 一开始水资源被消耗完后 他们就吃从美军搅和而来的牙膏 牙膏没有了就吃泥土 从泥土中获取微量的水 尿出来的尿更是先让伤兵服用 15军军长秦纪委深知坑道的战士们的艰苦 立即就抽调出人员 派出大量运输部队向高地山顶运输物资 将物资送进坑道 整个战役期间运输员的伤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 毫不夸张的说 往上甘岭的两条道路上 洒满了运输员的鲜血 一直到第九天 运输连指导员和两名战士才冲过了炮火封锁 将三代萝卜和一些慰问品送进了坑道 而那个夜晚 坑道里好像过年似的 由于萝卜吃多了烧心 15军又连夜从后方紧命稻草的苹果 因为美军的炮火封锁 一筐都没有送上去 唯一带进坑道中的苹果 还是那个矮小的运输员在敌人的炮火下捡到的 即使在火线上天天跑来跑去 小小的运输员也没有私吞 他带给了坑道里的连长 坑道里的八名战士 面对连续好几天都没进食的情况下 依旧想着让别人先吃 坑道站的战役也预示了战役进入第三个阶段 10月30日酝酿已久的大反击正式打响 15军的133门大口径火爆 24门卡丘沙火箭炮 以及30门重迫击炮 对占领597.9高地的美军发起了猛烈攻击 炮击持续了四个多小时 这是志愿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炮战 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炮轰过后 韩军唯恐志愿军趁机发动攻势 但没想到的是一个半小时后 15军又突然开火 韩军以为志愿军打了上来 急忙又钻进阵地准备迎战 谁知志愿军的炮火猛然的将苗头对准了高地上 韩军的部队被打了个正着 几次下来的真假延伸射击让高地的敌 20-20 25分 志愿军发动了11个连 其中包括坑道部队中的三个连 发动了关键性的反击 战况异常惨烈 一个排往往一次冲锋就所剩无几 但部队依旧一个接一个的前赴后继 一三战士就随缺随提 先任命后补批 经过四小时的激战 于次日的凌晨二时 134团七连终于抵抗住了韩军的反扑 而志愿军十二军在后半个月参战 为避免多个指挥所引起的混乱 十二军一个连一个连的投入战斗 每个连无论伤亡和进程 直打一踏不下597.9高地 11月6日 美军第八集团军对外宣布联合国军在597.9高地战败 但他们依旧没有放弃进攻 又组织多次对两个高地进行炮击 妄想再次拿下高地 志愿军当然也不是吃素的 至11月25日 志愿军稳固坚守537.7高地北山 美军被迫放弃进攻 开始分批撤队 至此 历时43天的惊天大战 画上句号 就双方就在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 进行了不计其数的争夺 其炮和火力密度已经远超二战中最高水平 而联合国军伤亡25498人 伤亡率高达40% 要知道这样的伤亡率对美国人是个可怕的数字 在他们历史中认为的硫磺岛战役也值打击 战役后果 美军更是再也没向志愿军发动过以上规模的攻击 朝鲜战军从此稳定在了北纬三八线上 在战斗中更是涌现出了无数英雄 用身体堵枪眼的黄继光 断了双腿仍坚持最后一口气 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近的孙战元 一人坚守阵地 击毙敌人280余名的胡秀道 和用身体打通了线路的牛宝材 15军在战役中获得三等功的各同归于近的劣势 能留下名字的就足足38名之多 所取道的成功也不是一星半点 回过头来看 从中国治安朝鲜开始 就一直力争在战场上大量杀伤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 致使美国人无法承受损失 不得不主动退出战争 上甘令从此也成为了中国人民团结战斗 牺牲奉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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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